第五人格 大家好我是龍哥哥 大家知道第五人格的求生者 都是被邀請去莊園的 可是一到了莊園呢 就會被監管者狙擊 可是大家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莊園的主人如果要對付求生者 為什麼不直接派監管者 離開莊園去抓求生者 而非得要邀請求生者 把求生者先騙進莊園呢 我們在遊戲的實戰中會發現 所有的監管者都無法追出電砸門 只能離開莊園了 莊園的主人想要讓監管者對付求生者 卻不肯派監管者離開莊園 逐一抓求生者 監管者想要復仇也只有在莊園中進行 這種情況只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監管者並不是不想離開莊園 而是他們根本無法離開莊園 他們只有在莊園中才能進行復仇行動 因為大多數的監管者 都是死而復生的監管者 有的監管者則是被改造過的監管者 他們都不是正常的人類 所以莊園中可能存在 某種特殊的能量結界 這種能量不僅讓莊園主人 控制了監管者 也讓監管者在莊園中 能獲得特殊的力量 他們的復仇行動 只有在莊園的範圍內才能開展 一旦離開莊園 監管者有可能會失去能量的來源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莊園中的監管者無法離開莊園 甚至無法追出電砸門的原因 大家什麼看的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喔 關注我 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